再过不到一小时我就开始讲课了 请大家在这期间呢 不要这个随意发帖 听我讲就好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是张铭 今天按照约定 今天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中国的城市化的问题 这个中国城市化问题 现在我们知道 这个就是政府也在推 而且也在鼓励 鼓励 那个但是呢 很奇怪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 我们最近有发生了很多逆城市化的现象 比如说 这大城市开始往外赶人 大规模的赶人 对属于驱逐低端人口 但实际上这个驱逐过程中 实际上是把很多外地人 很多外地人开的店 开的工厂 这个市场全部给关掉了 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你这边大当其武的 说要搞城市化 那这边又得搞逆城市化呢 这些道理何在 中国城市化为什么这么纠结 所以呢 今天我们就从头捋一捋 捋顺点 中国呀 就是 中国从开始 就是说古代社会头呢 它这个城和市啊 它不是一回事 就是所谓的城啊 就是一般来说 就是所谓的政府属在地 最少是个县城 啊 这里有县衙门 啊 而市呢 就属于急市 或者急镇啊 急镇 这两个 它那个不一定有 它不一定会有 会有政府 顶多顶多 有的是 它会有一个 这个收税的点 啊 收税的点 啊 这个 比如说政府派一个点使 去管这个地方啊 等等的啊 这样的 这样的东西 你比如说 就像我们 比如说武汉山镇吧 这个以前清朝的时候呢 那个 这个武昌呢 是一个省城 它有这个省政府 啊 这个汉 汉阳呢 是一个知府 啊 这个也是一个知府城 呃 汉口就是一个市 它就不是政府 啊 它也没有 它也没有政府 像瑞士汉口这样的市呢 你比如像佛山 呃 像景德镇 这都属于这种市 它是市 它不是 它不是城 所以城和市是分开的 那么有些大的城呢 它里头也有市 有市场 呃 比如说像北京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除了这个政府之外 除了这个首都 除了这个皇宫之外 还有市 有些大大的就是市 呃 过去 过去那个就是说 呃 正就是 朝铁主要地 就是前朝后市 啊 就前面是朝铁 后面就是市场 有这样的分别 但是 呃 像我们现在可以看 这个唐宋的这个都城 都是这样一个格局 啊 但是单独的市 单独的市呢 就像汉口这样的 单独的市 呃 就说他这种 中国这种格局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始终呢 就是就 就是跟那个西方的 那个城市啊 是不一样的 我们知道西方城市什么呢 是由这种 自由民和逃亡的农奴啊 他们建的 他们是 呃 去通过赎买 就是 就是跟那个领主买一块地方 然后我们自己建一个啊 建一个城市 这个城市呢 这城市呢 就什么呢 这里头就是 主要有这个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组成的 他们呢 就是本身就是一个市政府 就是我们自己建的一个自治政府 我们自己建立自己的规则 我们这个政府呢 就跟那个谁呢 就跟这个 这个城市呢 就跟这个领主呢 是可以 相似对立的 或者说是一种病 或者是用 就说病例的啊 病例的 他自己有政府啊 然后呢 呃 由于他比较有钱嘛 城市化的 呃 这样一个苏联体制的这个制度 跟这种 就是我们讲出来 对于西方的城市化 的确是格格不入 领主呢 你要干什么事呢 你要跟他城市借钱 啊 借钱 所以城市呢 越发展越好越大 领主呢 也不得不依赖他 所以后来这个 这个模式 就我们知道 就是西方就 由于这个城市之治 城市这种 跟这个领主的分离 就导致了什么呢 导致了他们的 知名主义的发展 啊 那但是中国呢 由于这种 就是他这个城和市之间啊 这个市啊 始终他不是一个 他没有政府 他自己也不敢发展出 自己的政府来出来 他顶多就是一个行会 啊 行会 就他自治 自治能力 或者自治这个规模啊 程度的非常低 非常低 那至于说城里的事 就更如此了 就完全被管制 就是比如说 你这个到时候 什么时候就关门啊 在什么地方 开这个窗户啊 开这个橱窗啊 经营时间啊 经营地点啊 都会受到这个 政府的严格的管控 啊 自治基本你谈不上 谈不上 所以呢 就是导致了什么呢 就是他这个中西的 这个之间这个不同啊 就是说 西方的城市的发展 可以呃 导致他们的资本主义的 日益 呃 逐步的壮大 而中国的资本主义 就始终只能是萌芽 啊 很早就有很发达的 发达的这个熊贵工厂 很多大商人 啊 一向北收 南收 甚至相当规模 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 都来自于商业的税收 但是 他们就是没有地位 为什么呢 他没有自治政府 就是商人从来没有自己的政府 他只能是 匍匐在 就是匍匐在什么呢 就是这个 官家的政府 这个面前啊 受他们管制 他们压榨 没错 就是 这个土地产权问题 是一个 这个非常关键的问题 呃 政府想怎么地就怎么地 呃 想 想跟你争你税 你就老实交税 想要 最后 如果是皇帝就要高兴 没收你的财产 你也得忍着 啊 所以在这个 由于他没有自治成事 就是说始终开始 始终这种 就这种事 就中国这样一种 这种事 不是成 这种事呢 他始终出一种 就是这种低水平的 而畸形的发展 建个状态 从开始就 就如此 啊 就如此 这个状况 什么时候 有时候有改变了呢 就说 就西方来了以后 压榜城以后 我们知道 吴国同商 吴国同商呢 呃 其实那个时候呢 原来的 原来的国商 开始没有选择上海 后来 后来 后来英文 哎 发现上海的地方 也不错 就把上海 降了啊 所以这个 国同商中呢 这个上海的 这个规模啊 就上海的 就是这作为一个城市 你通常口岸的 这个地位是最低的 因为别的地方 你怎么地 你看厦门 至少 它也是一个 也是个支付城啊 是吧 呃 这个 上海这个地方呢 就是一个小县城 啊 县城 所以他也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他 他的这个 这个口岸开放 他跟广州不一样 广州呢 就老闹 老广州国福州呢 就是 外洋鬼子 进不老城 老 呃 清廷老是利用什么 老是利用这个 这个民众去 去去抵制他们 但是上海的地方 就没个事 他也不用进城 因为小县城谁进的 我进的干嘛呢 你在城外 就今天外滩这个地方 就给你画 画了一个地方 你去住吧 啊 住吧 然后外国人 就在这个地方呢 就自己 呃 这不是 就跟他就按照什么呢 按照西方 那个城市 那个模式 就开始建了 这是我们所说的租界 所以租界 从一开始 就变成了一个西方的自治城市的这样一个规模 啊 规模 那么当开始的时候比较 他就是呃 开始规模比较小 但是已经 已经是有规模了 为什么呢 就是说 这五口中啊 就是上海这个地方呢 因为这个地方是个属于这个江浙一带的这个一个核心地区啊 核心地区 它是长江口 福地远大 而当地呢 它本来有很漫长的悠久的这种四场经济这样一个传统 所以洋人在这开开放就开口安之后呢 这个地方 哎 很容易接轨啊 就市场经济很容易接轨 所以开始就有一定的规模 但是还是还是比较小 什么什么气息使他叙叙目的发展起来呢 就是太平天国这个造反 太平天国造反 我们知道这个打到南京之后呢 江浙的这个对江浙的这种这种这种压力还 这种心脑还是还不够大 后来这个这个李秀成这个经营江浙省 经营江江南省 就是直接把江南的就是我们今天讲 疏难折北的大部分地方全部给干掉了 啊 全部啊 全部赞了 这个这个长毛一来啊 它是问题很大 长毛一来 它这个农民农民造反 农民革命呢 就是对这个破坏当地破坏很大 啊破坏很大 所以当地的那个富人就分身的逃亡 他发现呢 这个地方 这个地区唯有一个地方是个绿洲 是个战争的绿洲 就是打不进去 打不着 就是什么 就是上海的租界 啊 上海的租界 这个就是绿洲 你太平天国打进来 为什么呢 那这个自治城市啊 就是这个租界啊 已经借助于这个 呃 少量的这个 阳兵啊 啊 驻军啊 他们自己也有一些 有一些自卫队 他们就 就不让这太平军打进来 太平军就真的打不进来 啊 打不进来 啊 太平军有 有 就如果说倾全力打 也当时也 也不是不行 但是因为他们讲 他们都是阳教的 有兄弟嘛 他们都是新基督教的 李游城开始没有想认真打 等到认真打的时候 已经打不进去了 因为外国人加强了守卫啊 所以呢 这个地方成了绿洲了 于是呢 有钱人就非常往这跑 呃 能进上海 也最 也行 如果进不了 如果上海 如果能进一步进到租界里去 就更好了 所以租界原来是洋人在的地方 后来就变成了中国人有钱人在的地方 洋人就纷纷把这个盖的房子 租给英国人 租给中国人住 后来中国人也买了地 他当时买了地 自己盖房子 等等的 所以这个有钱人来了之后呢 这个地方呢 这个上海的城市化呢 就一下上了个台阶 有钱人来了 对吧 有钱人来了 就钱来了 能人也来了 所以上海 尤其上海租界的这个商业 公传业的发展呢 就迅猛的 高选了 高选了 那么他这个 就说这个时候呢 就我们看到就是 太平坚国结束之后 上海就已经了不得了 就已经成了一个几十万人口的 这样一个大都市了 因为那个时候 你想想看 整体上这个城市的规模都比较小 如果能有几十万人的话 已经很了不起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是我们看到啊 就是这个时候呢 就是最早的 就是上海的工商业呢 就是我们看到 他最早的那一批人呢 是谁呢 是岳商 就是中国商人是岳商 就是那个广东商人 广东商人主要是那个 就是今天珠海附近的 就当时叫海南 海南县的这一批人 为什么还为什么这么说 他是靠近澳门 那一批人呢 是原来就给谁呢 就给这个 就给那个澳门的洋人 做买办的 这批人 这批人呢 就给他们 他们他不怕洋人 所以上海的这个 就是中国商人的最早的一批 是这边这批人 所以他们就跟着洋人过来了 过来之后呢 一边给洋人呢 去做买办 就是去帮人找东西 帮人翻译什么的 另一边呢 就自己开厂子办 开厂子 开客栈 就是他是 但是呢 他们这广东商人呢 到深海之后呢 他是 虽然是第一批是他们人 但很快就被什么呢 就被这些 汹涌而来的这些江浙商人 江浙或者是江浙财主呢 给取代了 他们来了以后 他们也做争议 他们发现这个做买办 也不是太难的事 学外语也没有 没有想象那么难 然后他们就先做买办 然后先给外国人打个道 外国人跟我说生意 后来他们自己干 自己自己办企业 办实业 办 开始是办银行 不是不是不是 当时不叫银行 当时叫钱庄 银楼 然后就办一些商铺 然后就办一些工厂 等等的 就是这就是很快就被江浙商人 就取代了这个月商 所以月商呢 他就是 当然也有一部分大商人都去 当然像唐庭书啊 像徐润他们都去 都被谁都被李鸿章给吸收到洋物企业去了 他们觉得可以干更大的事 他也不也不屑于在上海这个地方跟这个江浙商人去争了 所以后来很快这个地方就全都占给江浙商人了 啊 这个这个呢 呃 就是我们看的第一波城市化 第一波城市化呢 其实不光是后来就发现 你发现他不光是富人来了 呃 穷人也来了 什么穷人来了呢 呃 就是那个就是各地就是这些江浙一带的穷人来了 就是你他们是这样 他们城市化就是金山海城啊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一个一个规律 你比如说江浙一带的人 他都比如他开店 他的伙计 呃 比如说像宁波人 他就要招宁波人 顶多招点少兴人 啊 什么记住人 等等这样 呃 不是不是这个人 朱基人 上渝人 等等 就他们地带人 奉化人 他顶多招这 这他就他跟他的家乡有关的人 他的铺伙计 尤其是核心伙计 一定是疯 一定是宁波人 啊 一定是宁波人 宁波帮 宁波帮不是说仅仅是个商帮 他一头那个人呢 呃 就是他们的一个 就是一个乡榜 也是个乡榜 啊 乡榜 他城市化的就是个路径 就是有钱人 啊 把这个没钱人也带出来了 带出来了 带出来了 完了那个 你比如说像那个 你比如说像这个 就是叫像无锡啊 长福 长州啊 啊 苏州啊 这一代人呢 呃 他们都是在上海开这个机械行业的 啊 机械行业 沙场的 他们也是这样的 他们也是把自己家乡的人带进来 带过来 呃 就是都把自己的家乡 他们的 他们的管理人员 他们的一般的 他最初的那些工人啊 最初工人 都是这些人 都是自己家乡的人啊 带出来 完了你比如说像扬州一代的 镇江一代的 就从事什么意思行业呢 从事那种叫 比如说这个礼发呀 洗澡啊 剃头啊 啊 修脚啊 这种行业 这种行业呢 这种行业是被这些人给包了 啊 他们给包了 啊 扬州这一代人给包了 就是我们叫苏忠 在那里包了 那苏忠呢 也是这样的 就是有钱人把这个没钱人 你带出来 就这行业的人 都是从大的小 大的 呃 大老板 大老板到小伙计 全都这这这这地方人 啊 这边人 啊 这边人 啊 就是什么呢 就是苏北人比较穷 那他没什么富人 没什么富人呢 就只好到上海来 就比如说干什么呢 拉车 大行车啊 到码头扛包 就是他们是干这个 干这个就没有大老板 但是呢 他们有什么呢 他们有这种帮会 啊 你比如说当年 当年青鸿帽 就是青鸿帽 青鸿帽有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大亨 这大亨呢 跟他们那些 跟那个什么 跟这个杜月生啊 黄金融啊 张晓琳他们这帮 大亨不太一样 啊 不太一样 他就是一个包图 就是一个黄包车夫的国王 他是苏北人 所以黄包车夫呢 都跟他 不跟他 所以他你别看他 土豆东脑的 但是在上海 确实也是很有势力 因为所有的黄包车夫 全听他的 啊 听他的 他跟他 从这个 就是这样一种方式 就就搞 那个人呢 在这边呢 就是说你你你你 你富人呢 反正就是 你砸了以后呢 你肯定是住这个 就是住戒嘛 住住洋房啊 洋房 那穷人呢 就是住棚户 平时呢 那些事儿 平时比如说 有什么纠纷了 你就请乡村来去 调解 你有家里有什么 有什么红白喜事 什么的 要乡村来主持 等等 这些事儿吧 就乡村这些事儿 你乡村就是 就是领袖 你文化领袖 又是又政治领袖 你又是经济领袖 你你还 你还是 你还要管这些 这个慈善事业 你比如说 有些穷人的 这个互助 穷人这个帮助啊 救济就 宫寡孤独啊 这个 有些人这个上学啊 这个穷人上学 上了几月 你要帮忙啊 发出了灾害呢 你要救灾啊 修桥五个路啊 这些你都要管 反正就是说 他就是一个乡村自治 这样一个社 一个社会 但是他们城市化的时候 我们看到 他还是按照这个路径走的 他并没有真的 把这个乡村自治 乡村领导乡民的 这样一个结构给打碎 没有了 那么这样的城市化呢 就是说我们看到 实际上是 你看着好像 这个上海乱乌空的 花样杂畜 什么东西 但实际上内部 它是有序的 它一层一层的 你什么样的人 住着 住着什么地方啊 你什么样的人 听什么样的话 它都是非常有 有规则的 非常有 有这个 很有层次的 层次的 所以它这个 所以它这种城市化呢 就 就不是不是很乱 它还是按照 就它还是把那个 它某种程度上 它是把那个 中国的乡村社会的 这样一个结构 你复制到城里去了 啊 但是也不是完全复制 就是它还是有一点 有一点变化 要变化 毕竟它不是 乡村生活了嘛 要变化 那么有的时候 你比如说还打乱 比如说后来 工厂开多了 比如沙场 常常要取得女工 和童工 那么那乡 你比如说 这个 很多人到上海呢 也就是开始 是坐着船过来的 坐着船过来 现在住 现在住在船里 后来船铺行了 就把船拖到岸上来 然后就拿那个船 那个材料 拆不拆不拆不 就搭一个棚子 就这样 就是上海最早的 棚户区 就这么形成的 啊 所以呢 它基本上来说呢 你没看到这个路线 就当时的 城市化路线 就说 因为我们知道 原来乡村社会呢 它就是什么呢 乡村在领导 乡村在 就是 这个领导的 或者叫 管控的这些乡民 啊 乡民 这是一个我们 我们农 我们就是中国 古代乡村 乡村的一个常态 常态 就是比如说 那个 农民 基本上对政治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呢 乡村有 那我就提乡村的 啊 这个 你比如说 这个 无锡人 无锡人 这个 这个 融师兄弟 开沙场 开了好多 那打上场 打上场 你 你都靠 无锡人来 去做 做这种 这个挡车女工 肯定是不行的 也没那么多人 而且很多 很多 无锡人 相当于说 比较富裕 很多人也不愿意干这个 啊 因为干的挺苦的 所以 就是那个 输北人 或者是更 更的 山东人 你逃 逃难过来了 你过来以后呢 你就可以干这个 可以干这个 那这样呢 就是说 但是就形成什么 规模 就是你这个 无锡人 肯定是 工头是他们的 或者是 机修工人 比如这个 仇杀机的 这个机修工人 肯定是无锡人 肯定是无锡人 就是说 熟练工人 也是 也是 也是无锡人 但是那些 非熟练工人 或者是一般的 同工女工 肯定是外地人 他也是分成的 也是 也是有一种 也是有用 他那样的 这个自虚在里头 他这个 所以我们看到 他这个 就是 就是这个城市化呢 就是城市化 以上海为例 他就是按照 这个路线来的 当然这里头 还有其他行业 比如服务行业 我刚才我说了一些 这个什么修脚啊 礼发 澡堂子 其实还有更多 其他的服务业 比如说 我们说金融业 是服务业 但是金融业 基本都是什么呢 基本都是这种 就是被这个 这个宁波人 垄断 你非在上海金融业 你非宁波人 因为 因为 因为浙江人 是这个 在上海 这个 这个移民圈里头 他是整个 那个最高层 宁波人最高层的 他最高层 就是因为他把 是金融 后来从田庄 银楼 就变成银行了 这个金融业 也都是这些人 所以他就是 就是金塔 他是顶上 顶上 比如说还有其他的 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 我们上海 还有发达的花叶 就是那个 苍稷野 苍稷野很发达 上海苍稷野 不是一般的发达 而且他里头 也分着很多层次 还都很层次 你比如说他就 就是他最高的 就是那个 就是叫 叫书域 然后就是长山 然后是12 12 都有各自的 这个服装 各自的讲究 都讲究 然后各自的文化 那他来源也不一样 就是一般来说 一个苏北的 一个妓女 你不大可能成为长山 成12都很难 这个行当也是 就是他也是 也是相对来说 也是这么一个 也是这么一个 一个 那么后来 其他地方 就是比如说 像我们那个时候的 比较发达的 这个沿海城市 比如说像天津 天津是紧碎上海 现在算是 天津是衰落的 但是当年的时候 紧碎上海 就是他因为 就是你记住啊 凡是上 凡是有珠界的城市 它都是会很发达的 就是首先 这个城市的 就是他能够搞起来 就是因为 首先西方人 把这个什么呢 就把这个西方城市的 这个模式 给引进到中国来了 所以有珠界的地方 一定一定很发达 比如说像天津 比如说像武汉 尤其是汉口 就很快就发展起来 就是就是 就他 他如果你还按照 过去中国城市 城市分离的这样的模式 肯定是不行 这个时候我记得 他们就是 他们的学徒啊 从学徒生来的是 一大块 留学生跟学徒 是几乎是病重的 就是这商业巨子 就是出身学徒 他和出身留学生 那是一样的 他一样多的 因为学徒 他也是就是 就是从 包括那个 钱庄的学徒 是金融业的 钱庄学徒 银行的学徒 这个 比如说这个 这个开工厂的 那个学徒 呃 这个 比如说 开这个 比如说 开印刷厂的 比如说 开书店的 全都是学徒制 啊 学徒制 但是呢 他确实 很多老板 就是学徒出身 啊 但是呢 洋学生 也在这里头 在一个份额 洋学生 很多老板 本身就是洋学生 比如说那个 比如说像 刘鸿生这样的 就是洋学生 啊 呃 这个吴润出这样的 洋学生 啊 这个呃 你像当年 那个陶鸡胜 后来当过国民党的外交部长 不是外交部长 呃 学生部长 陶鸡胜 陶鸡胜最早就是去到商务艺术馆去 去应聘 他当时还很生气 说那个 说这个 说我他是北大毕业 北大高学生 但是北大毕业的那会儿不行 地位很低 啊 是地位高的 学生呢 那些教会大学的 或者是 刘洋的 啊 所以刘洋的回来以后 马上了一个办公桌 啊 他们只有一个抽屉 刘洋回来有一个沙发 沙发椅 他们只能做一个调凳 啊 工资也差一差别 人家一个月120大样 他们只能40块 所以你你别觉得北大是个很牛的学校 在民国他不算什么 他跟孙约翰跟那个基林大学比 都不能比 啊 都不能比 这个 就是他他是 他他 反正你可以上 你可以 就是你可以上升 不是说 呃 这个呃 这个阶层这个分明之后 呃 地域分明之后 你就不能上升了 啊 你可以上升 但是基本上是按照什么呢 就按照在自己的圈里头 你比如说宁波人 你就进入 你就进入激动圈 在激动圈做学徒也好 你是刘洋也好 反正你 你要能干得好 你就能在这升上去 但如果你是个书北人 那你要上几个岁里头了 几个岁里头也不是不可能 但是 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是实际上 确实是 千难万难 啊 千难万难 呃 那个时候的城市化呢 就是这个 整个的那个 就是他的这个 就是他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那个 规划 这个编制 或者说叫我们讲 那种框架 就是这样一个框架 这个呃 我我必须强调 还强调 就是说 这为什么 那个时候的城市化 他 就是我们看到 跟古代是完全不能比了 啊 因为这个时期城市化 就一下出了这么一批 沿海沿江的 这个大都市 呃 他其实就是因为什么 就是因为外国人拉动 是诸界拉动 包括城市建设都是如此 啊 都是先诸界有了 比如诸界修工厕所啊 修马路 安路灯 比如说搞这种 呃 这个城市规划 呃 城市卫生的建设 就是 这个呃 城市规约的这种 这种建立 这些东西都是 诸界先搞 然后诸界搞完了之后呢 华界跟着搞 啊 跟着搞 要不然的话 我们城市就一塌糊涂了 啊 一塌糊涂 就是 就跟北京一样啊 所以 呃 所以八国人拉动 刚刚打入北京之后 发现北京真的是个臭城 到处人们到处 水一大小便 也没有马 没有马路 没有这样的马路 也没有路灯啊 没有路灯 臭烘烘 臭气熏天 所以他们没办法 他们逼他们去 帮中国修马路 把修 按路灯 完了 修工车锁啊 就是按照这套来的 最后来北 北京才好了一点 啊 就北京才好一点 所以 但是很多 很多中国人很不高兴 啊 你洋人来了之后 我随地杀个尿都不肯 都不行了 你就 你要想打我 啊 所以 所以就很 觉得很 很不爽 很不爽 但是他适应了之后呢 他发现 哎 这样也不错 至少那个 公共 公共卫生好了 啊 完了那个 你马路也干净了 没人到味了啊 就慢慢就适应了 大家还是 觉得文明 不文明 要好一点 这个 但是像上海 这样城市 像天津那城市 很快就跟 跟朱介学的 很像 很像的了 啊 很像 很像的了 所以呢 他的城市 发展呢 就 比较快 啊 比较快 就是人口膨胀 也很快 很快 这个 但是呢 整体上 由于 这种 就是外国人 这种 移植 这个 呃 租界 移植 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规模呢 他没有那么大 你就像厦门 就是一股浪雨 小点 他就是 他 他就不像上海 在外滩 他跟这个 华界接着的 你学起来好学 人往里近好近 你这个 股浪雨 那么小 小岛 你一封闭 人家 你自己关起门来 就自己玩自己的了 那你就对 你的华界的 辐射就没有了 啊 还有就是说 比如像广州的沙面 沙面一个小岛啊 对不对 你自己在那建个 租界 然后对这个 对这个 华界 对这个 中国大百姓 租商人 租的地方 你就没有 没有辐射啊 你没有辐射 你就没有影响 所以他呢 你看我们看到 就是广州也好 厦门也好 在这个 以前的时候 他这个 这个城市化的发展 就很不充分 啊 那福州就更 更是如此 福州的租界 几乎就没有 所以他就就 所以他这个 就是整个 就是他就白 他白开 他白开放了 啊 开放了 所以他这个 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所谓城市化 所以中国 西人的城市化 就是西方人 把西方的城市 模式带入中国 所导致的 这样一个结果 他没有这个带入 就没有这个 就不会谈 谈我们今天的城市化 啊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一点 我们大家记清楚啊 我们后面就好讲了啊 所以后来呢 我们看到就是 民国时期 还是有趣的发展 但是总的 总体来说 因为终于战乱什么的 长期的战乱啊 长期的这种 呃 这个很多的干扰啊 所以城市化的 城市化的发展 还是不够 虽然像上海 已经突起 已经到了 民国时期 已经突破了 一百万人口 已经是远征 第一大都市了 而且呃 规模很大 城市化展也很充分 所以当时说 在呃 几乎中国 上海的金融业 上海的电影业 基本是跟世界同步的 啊 甚至比东京还牛 啊牛 但是他也就是一 一个城市而已 啊 或者 也盖着天津 整体上 中国城市的发展 他还是不充分 城市化不充分 就是这个 就是西方代入不够 而且整整体的城市经济发展 也不够啊 所以中国一直到四九年的时候 基本上还是个农业国 那么 共产党 得天下之后呢 他也是想搞工业化 也想搞城市化 这点他并不是 他并没有什么 就是他并 他并不是不想干这个 虽然他是呃 共产党 但是他也想搞工业化 也想城市化 否则他就不进城了 他干嘛要进城啊 对不对 他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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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还是 这个 现在化好一点 但是他们的现在化呢 却是一个计划经济的 这个计划经济现在化呢 不是说 没有城市化 有他们也想搞 但是他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来搞城市化 你比如说 你比如说他比如在建工厂 他要招募工人 对吧 这个是有有很多 有一些农民就进来了 但是呢 由于这种计划经济的 发展呢 他使这个工业化的程度比较低 啊 他很 他比较低 就是他他他城市化 层属比较低啊 比较低 因为他计划经济 我们计划经济 他是一个短缺经济 他是一个不发达经济 就搞不起来的经济 就是他没有人的 这种商人的积极性的这样一个 他把他他把商人都给消灭了 所以把商人都给消灭了啊 这个 这个哎呦 有人提问了 不要提问啊 等一会儿你们再提问 等我讲完再提问 你这么讲 你这么提问 但是我怎么 我现在怎么回答你啊 啊 不要这样啊 不要这样 跟他说好了 规则他们说好了 那么守规则 你不守规则 我就没法讲了啊 就是他这个计划 是一个低层实化的工业化 那么工业化也不充分 他真的是靠我 我我来建 我我 比如说项目 我来建 我建完之后 这个东西是 我产品是 是那个 是按计划调 是调拨的 这个计划调拨 这工厂本身身上也没有 没有积极性 你上头不拨款 你不建 我就不建 本身产品的质量 产品的数量都保证不了 所以他这个呢 就是 他是一个低 低 就是这种工业化 就是那个低劣度的 当然是当然是 波兰达曾经想过 这种通过 他自己的这种 呃传统 就搞群统运动 打砰轰 搞工业化 就是我们讲的 呃大于晋的时候 搞那个 搞那个 台能铁 呃 但是丹利刚的公司 也也也也 也在城里头 搞建设 啊 就是我们家 市大建设 好多农民都已经进城了 啊 建了好多好多的工厂 盲目的建了好多工厂 但是我们知道 一出现大饥荒之后呢 就把这些人呢 全都赶回能春去了 然后呢 我们就发现 就是一个城 城乡的壁垒 就该形成了 这个城乡壁垒 跟户籍 啊 跟户籍政策 是 呃 相飞套的 啊 呃 中共建政之初呢 那几年还没有 严格的户籍制度 没有的严格的城乡壁垒 但是很快就有了 哦 有了 然后呢 随着这个两边的这个 就是这边城里头呢 是进行真主义 工业的改造 这边就搞这个 搞合着化 呃 搞合着化 就是 就是 然后就呃 就完全把这个呃 中国的城乡就纳入了一个呃 叫做呃 计划经济模式的呃 管理网络之中 啊 管理网络之中了 啊 网络之中 就是所有的人 都在一个阁里头 在冬春呢 你就是什么呢 原来是合着合着社 后来就是人民公社 人民 你是哪一个人民公社的 你是哪一个大队的 你是哪一个小队的 呃 如果在 如果是在 如果是在城里 你就是哪个街道的 哪个居委会的 啊 你家有门牌 你是谁 你户口 都是有 都是 都在撤的 而且呢 你 你有如果有单位 你还是同时是哪个工厂的 哪个学校的 哪个医院的 反正所有人都在一个小阁里头 就是他要想找你 只要是往下 顺着这个 网络一找 一锁 既得 又一得 这样呢 你的 人都在这阁里头 你生老病死都在这里头 啊 孩子出生上学 就医 啊 反正这些什么娱乐活动 你都都都圈里头 圈里头 那么 他 他确实是管理起来很方便 啊 非常方便 呃 就派出所也都是按这个片 呃 来 来分的 啊 就是 这样的情况下呢 这个 你要想 城市化 农村人想进城 就非常非常大 因为 因为这种 因为那个 这边呢 就是他这种计划经济 不光是农村 还是在城市 他都是一种 低效率的经济 都不发达 都发达 你要想农村 要想共营城市 的粮食 啊 这种 私产品 那你 由于不发达 你不光是平片供应 你 你生产起来 这个也是严重短缺的 就不足的 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 你城里头 最多的一个人 一个人一个月 半斤油 少的是三两油 啊 一斤肉 有的时候是半斤肉 有的时候还没有 啊 什么时候有什么 有带鱼 有什么东西 有肥皂 反正都是按那个来分 农村 因为生产不了 很多东西 而生产出来的东西 有一部分粮食呢 你还要出口去换那些 呃 比如说 局势用途的东西 啊 从香港进的 还有些满足于上层的 比如他们看电影 他们要看西方电影 不让你看 你们不能看 他要看 啊 还有些他一些消费品 呃 他们也享受的 这些都是多多多出口的 完了剩下的人呢 剩下的就是供应这个城市人口 这不够了 也不够了 不光是不光是粮食 猪肉蛋子都不够 都不够 所以只能是这样 那就这样呢 农村他他就生产了 他他只能是靠这个数量 因为他就单位产量都不高 啊 那个时候就是 整体上 我在农村呆的 就是整体上那个 那个地重的是 比较比较稀里糊涂的啊 就是材料很低的啊 而且质量不高啊 质量不高 就是这个 你不是养猪什么的 你还是养牛养羊啊 就养鸡啊 这种不高 那很淡 都是很低 都是这样 都是 就是短缺经济 是没办法 所以 所以他不可能有大批农民去 出来 你农民出来以后 他就 他市场率太低嘛 他就没办法 他就必须的把大批农民去 缺点 缺点 农村 完了 农村人 当时又优先 工业在城市 为什么 工业在城市 他还是 官党还特在乎这工业化 啊 特在乎工业化 所以他工业城市 所以他必须的 首先又保证城里人 当然首先保证军队 军队保证 完了就城里人 啊 保证先保证干部 保证军队 然后对方是城里人 然后最后才排到哪呢 排到农民 所以那个时候呢 不管你城风好 城风不好 只要是农民 你就是最苦的人 农民要想跳出农门 只有两个途径 一个就是当兵 当兵都不一定啊 那个时候当兵不是说 你都要分 但是至少有个机会 就是你可能转业 你当了军官 你可能转业就到了 就就分到这个城里去了 单位去挡什么东西了啊 呃 这是有一个机会 这是一个途径 还有一个途径就是上学 啊 但是上学这途径 就只要你是上了中专 大学 你就是吃国家梁子了 啊 国家梁子了 然后你就可以跳破龙弯了 啊 但是那个时候的教育规模很低 很低的 所以上大学的人也很少 你说 这两个途径都是小口 小口途径 所以农民反正基本上就被锁在农村了 呃 所以城市化呢 呃 从规模来讲 他其实基本是谈不上 啊 基本谈不上 呃 那什么时候跟这重新开始一轮 呃 这个城市化呢 就是讲改革 改革放以后 啊 改革放以后 就是尤其是南徐 呃 九二年以后就成了高潮 大批的农民 啊 大批农民离开 离开这个 先是讲农村改革 日火朝天 啊 但是农村改革 仅仅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 让他们挣钱 发发之后 这个是做不到的 这个农村改革根本做不到 农村不会就是说 你把你让你自己自己种地了嘛 让你自己自主种地了啊 但是 必须得让农民经商 农民自主经商 农民一做工 这才可能 让他们有钱 农民才能真可能翻身 所以农民就大扬进城了 啊 呃 大家不知道注意到没有啊 就这个时期的农民进城啊 农民工的浪潮啊 实际上 这当局是很害怕的 很不想这样干 所以那个时候就经常是 你看到这个 宣传媒体上 宣传机器上 就一直就捕吹 农民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啊 这个 说好多好多这种 这种农民 就农民工浪潮的坏话 说说说到最后了 九十年 那就好默契了 不说了 因为这个事情已经挡不住了 就是 中国经济也是得益于这种农民工 这种什么讲的 就是 就是低人权 低工资的这种 这种啊 这种人口 能够红利的这种啊 这种好处啊 所以他也就不说了 不说了 但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种 这种所谓的 这种城市化呢 它是完全是 这是一开始就扭曲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他 这个顶上就没有想过 就解决这个 这个这一轮 就是甚至连城市化 这个概念实际上都不太强调 城市化我们就是 最近几年才才才开始 开始喊的 以前都没有讲 没有讲 没有想过 这个事该怎么办 而且他都很发愁 说 这个人不 不被圈在格子里头了 这个没法管了 农民工 农民工如果是出去 跑去 比如包广州 包藏山脚 租山脚打工 你根本找不到他 他谁是谁 你就搞不到了 虽然是你还是有 能有一点 就是这种 相及的这个路径 比如说 很多人 都是头像带的 但是他已经没有了 过去那种 乡身 统帅 或者乡身照顾 这种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模式 这块钱没有了 就是一个村里头 先闯了这几个人 然后就把这人带出去 无论是做工 还是当小姐 反正都是这个路径 都路径 这都给带出去 但是他没有那个 他到了那个地方 他也没有那个模式 没有模式 甚至连帮会 就是那个 青帮的模式都没有 那个村里还有个青帮模式 这青帮模式也没有 实际上就是 有些帮会 都是一些散的 都是一些乱七八糟 搞起来的 所以也没什么规矩 都是那种下来的 而犯罪率很高 很高 关键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他们并没有想过 这个问题怎么办 他们只是得到了 这个人帮红利的好处 农民工这个低廉的 老努力的好处 但是没想到过 这个东西最后 会发生出什么一个样子 政府完全对这个东西 没有作为 没有作为 没有想法 后来呢 就到现在我们知道 他已经开始出现了 什么问题呢 出现了就是 他已经开始想 这个城市化了 甚至他想通过 城市化的 城市化 然后去实现 这个进一步的 这个工业发展 甚至 长期的 这个中国的 经济利好 他始终想通过这个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从数字看 中国的工业化 程度 中国的城市化程度 现在还不及 还没有达到百分之六十 就是城市 常住人口 未到百分之六十 还没有达到什么呢 就是那种 不发达国家 就是那个 不发达国家 中西稍微 就是比较好一点 那些国家的程度 还没有达到 最发达国家 百分之八十 更不爬不上 达不到 所以 由于这个呢 就是说你看 中西还有余地嘛 就才百分之五十 上下的这样一个 离这个百分之八十 还有很很堂的路要走嘛 完了他们就想说 就单单这个 房地产业 就还有很大的余地 很大余地啊 那么 你看还有这么多人 要进城啊 对不对 进城之后 如果达到八百分之八十 的话还有百分之 将近百分之 这个三四左右的 这个人要进城啊 那这个房子 不是什么 盖房子 房子产业 不是还有很大余地吗 对不对 这个 当时发的房地产业 就是把这个涮进去了的 就这样 就这么想的 而发的房地产业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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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政府 是非常非常高兴的呀 都卖地 还要挣大钱了呀 啊 最大的一块蛋糕 是被政府切走的呀 很高兴啊 对 对 就后来就我们知道 就这个 这个城市化 就死到唇上了 就开始喊了 但是问题 其实我们看到 什么问题 就说 这城市化的 这个基本条件 中国实际上并没有准 就没有做好 因为城市化 它不是一个 单纯的问题 啊 它不是农民 就进城了就完了的 它有什么 它有个政治条件 社会条件啊 还有法律条件 你比如说 就是我们能看到的 很一个很很很简单的问题 就是说土地私有化的问题 那么一般来说 土地私有化是城市化的一个前提 啊 前提 就是说这个农民啊 他要进城 无论他是放弃土地 还是不放弃土地 这个土地本身是可以挣钱的 本身产权是明晰的 比如说我不放弃土地 那我在这儿干了以后 我想 比如说我想还想回经营 那个地是我的 但如果我现在的状况 就很难说了 我在这儿干了几十年了 我这儿在上海上 出山脚站了很几年 我再回到河南农村去 这地还是我的吗 很难说了啊 因为你就几十年都不在了 地早就跟你分别 分别人了 这个 有的时候呢 我可以把地卖了 我作为 一个一个前提条件 比如说我做小买卖 做一个小本钱 啊 我在城市买房子 我至少还有个本钱 啊 本钱 那是 但是 这个土地私有化 这个问题没有 而且土地私有化 农村土地 不能私有化 城市土地也不能私有化 那么土地 就是说你这个房地产业呢 就知道什么呢 就清廉产权 产权是国家的 清廉你的租借权 那么这个东西 就使得 这种房地产业 就是首先 你就变了 变了一个 非常扭曲的 这样一个制度条件 啊 条件 那么 嘛 那个扭曲 扭曲一下 你发展这个城市的 这个城市的 这个房地产业 那就会 我就会发现出什么问题 就是说他这个 就是 人们是投资 就变成了 只有城里人 才能买城里的房子 现在统计 就是说 进城的农民 能够买房子的 大概就是 百分之 十都不到 啊 就是百分之点九 啊 这个数字可能 还是有点 有点浮夸的 啊 剩下的人都是租房子 租房子 还有一部分 连租房子 可能的钱都没有 他真的是说 我在农村先混 那城里先混 然后再回去 就是一个猴鸟 啊 猴鸟 那么 所以 你看 就是半天 发展发展业 就是 智能是城里人 自己自己在 城里人买 然后就很快 就成为一个 投机事业 投机事业 草房 那么投机事业 就使得这个房地产业 即兴发展 啊 即兴发展 就是 投机事业就意味着 实际上 他这个根子 就是这个 就土地不私有 土地不私有 他这个投机 就是就给 就给投机 就是打开了方面去门 啊 反正 呃 也 也 这个东西 也不是我的 呃 也没有谁 常员打算 就是 捞块钱嘛 弄块钱嘛 就炒 所以把房地炒得很高 炒得高 一定高 一定程度之后呢 他不仅是 他不仅把其他行业 这个经济性搞没了 就农民实际上 就买不了房了 啊 买不了房了 尤其大楼市 更买不了房了 啊 买不了房了 那么 所以这个 土地私有 就是一个大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户籍之路 户籍之路 他实际上还是在挡着 虽然是 有 有些地方开了 有些地方没开 但是实际上还在挡着 就是 他这个 这个 这个问题就是说 你这个城乡壁垒还在 你虽然是有些城市 你一样开放了 但是他 你比如说 他真正想去的城市 他还是买不起房 啊 那么他买不起房 他就不可能城市化 啊 城市化 那么 这个上面是想干嘛呢 他是想 还倒按照一种 他的计划的方式来搞城市化 就是说 我想让你去哪个城市 你去城市 你比如说 我想让你去 去 去县城 那你就去县城 那么我们知道 你县城可能房价比较低 好多农民就进了县城了 啊 甚至你用这个 比如说 把这农村的学校都给拆了 然后呢 就在县城里头 有学校 逼着农民 你不得不进城市买房 逼着你 但是农民能在县城里待住吗 那个县城 尤其是中西部县城 他 他有挣钱的机会吗 没有啊 对不对 你在这买了房 你逼他买了房 你顶多就把这个县的 这个房 就是地产市场 给拉起来了 让政府呢 让这个县政府挣了点钱 但是 根本解决不了农民 就是他要 就是他 他为什么干 他要挣钱 啊 他要安居乐业 解决不了这问题 啊 他不能在县城里待 他必须出来 但是他出来之后 你比如说他 他 他人都是往钱多的地方走 就能挣钱的地方走 啊 那么不是说你规划好 你让我去哪 我就去哪 你让我去的地方 你开放的地方 你那个地方说你去 你可以有户口 但是我有了户口 我有什么用呢 我找不上工作 我挣不到钱 我去那干嘛呢 对不对 这很明显的道理嘛 人都是要往能挣钱的地方去 那你看别人上海 你不能来 来了以后你赶走 啊 本来有些人已经在炸下根了 已经租下厂房了 已经办了厂子了 有些办了店 办开了店了 你都给他拆了 你又给人轰回去 你轰哪去呢 你轰回他家乡去 让他回乡创业 他创什么业啊 这边的东西全没了呀 辛苦苦的 他们有人干了二十几年了 划一夜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你样子要做什么业 不可能的 所以他这个人就是你 诚实化 它是个自然过程 它不是一个你可以计划得了的 如果你能计划得了 你计划进行时代 你就可以搞成诚实化了 用不到等到今天 用不到开放 对不对 你不可 这是很明显的道理嘛 他做不到的 但是你一定要做 他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他他成的话 就是开始就是牛曲的 就牛曲的 就是他这两个 他的条件根本就不具备 这个 作为这个基本条件 不具备呢 就是 就使得我们这个 就是 而且 就是 而且我们 就是我们说白了 就是 这两个就第一个 就是 也是个大问题 是根本问题 说 这个国家的产权问题 如果 人没有地产权 那么 那么 所有的产权 可能都是虚的 所有你的尊重 私有产权 这一条 随物权法 尊重这一条 实际就是虚的 就建立在空中楼阁之上的 所以 你诚实化 他就没有一个 坚实的法律基础 所以 这种 诚实化 可注定是牛曲的 那么 我们还有第三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 就是第三个条件 就是 就是我们 就是我们是长期实行 计划争议的 我们计划争议的 结果什么呢 就是 就是 不管城里 农村实际上 也是计划争议的 人口 就是 人口很少 一个家 人口很少 一个家庭 一个或者两个 啊 两个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 实际上就是说 使得这个 就是 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 他不仅是城里人 你比如说我们 就是这个 第二代 就不太爱吃苦了 啊 创业精神就 差了 啊 城里 农村人也如此 啊 他就造就了 一大批 就是 呃 比如说农民工的 二代 二代 就是穷二代 农民工二代 他实际上回不了 回不了农村了 他们根本对农村 已经完全不了解了 不会干农活了 但是城里 他又待不下 啊 城里他没有条件 那个 呃 同时呢 现在生出来的 这些人呢 小孩呢 又注重在农村留守 啊 留守儿童 成为一个奇观 那么 你说城市化 城市化很简单啊 就最起码的 进城 你比如说当年 民国的时候进城 他哪怕这个 棚户区的 也有人给他办 办学校嘛 对吧 就是 办学校 办平民主义学校嘛 给你办嘛 对吧 你还可以鼓入团聚嘛 在一起嘛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就只能是分离的 分离的 如果在城里头 你就没得不上学 就算城里学校有空位置 其实北京上 这些城市学校是有空位置的 是挺空的 是缺人缺的很多 但是就不让 他就 就不让你待 就不让你待 那么这种城市化 就是他就 就是 你看就 那么农民工的二代既不可能城里单约去 也不可能回到那乡军去 就成什么 就成了制度性的流民 这个流民他既不是城里人 也不是农村人 那我们的农村经济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也不可能发展起来 就是双方都没有前途 城市化就半掉的 学在半空了 学在半空了 所以你看到就 大家就很着急啊 所以那时候 大规模提城市化的时候 比如2014年开始提 到今年2019年了 有什么成效呢 我们看到的成效是逆城市化的成效 反着走 大规模驱逐林村人 你怎么会走到今天呢 就是讲 他这个原来这些基本的条件 这都不具备 都是扭曲的 没有谁 政府就跟没想把那个捋顺 对吧 你得把它捋顺了 就这些条件 城乡壁垒 户籍壁垒 这个处于产权 这些条件应该是城市化的 基本条件 如果一个国家不具备这个 基本条件 那么你还要在发展 大规模的发展工业 你还要大规模的兴起 你大规模搞市场经济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最后结果就是 你城市化本身就是一个 最后搞出一个扭曲的 四不像的 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搞出来了 那么这样的东西搞出来之后呢 我们想知道 往前走就非常困难 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中国的经济 出现这个瓶颈 甚至下滑 它很多都是结构性的 就是我们那些基本问题 就是我们讲说 为什么要搞政治体的改革 就为什么要一定要往前走 这个走 你往前走 你不往前走 这些条件都改 都不具备 那么城市化就没有前途 城市化就一片暗淡 暗淡 所以这样的城市化 就是一个扭曲的 就是它是一个停滞不前的 不管你怎么折腾 这边要求高端人口啊 这个各个城市在拉人啊 什么大专可以到大学可以毕业 甚至像武汉可以降级到 大专就可以落货 你无非就是想让人 去给你买你房子 无非就是把老百姓手 扣在那里 最剩下的最后一点钱 把它们炸干净 然后把你那些多余的房子 才给它买下来 但是这个东西没有用啊 没有用 它实际上并没有 城市化解决 不是说解决这些 这些大学生的问题 它主要是农民进城的问题 农民进城的问题 如果不解决 这城市化是根本就没有戏的 没有戏的 那么所以说现在我们 当然我们这头 小问题还有比如说像那个 比如说像那个 就是原来那个乡绅这个结构 被打碎之后 就实际上把这个 就是打碎 就破碎的乡村 然后呢 直接接这个 就是大规模的城市化 它肯定是导致这个秩序大乱 说很多人 很多人就很多这个 说管理的乱 说这犯罪率高 说这犯罪也抓不到 所以就只好在城里头 到处安这个摄像头 其实这个问题 管理不行的问题 实际上是跟中国社会结构 原来的时候 传统社会结构被打碎 跟这个是有密集的关系的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 实际上都论在一起 都是说 你这个条件不具备 你要想把城市化往前推进 就必须把这个条件解决了 把这些路障全能扫清住 你如果不扫清路障 这路障就 而且这路障就明显 就是阻碍这个进步这个程度 就越来越明显 所以他就永远就没收之 好吧 我就讲到这吧 就是大家 谢谢大家能够听完 这一小时 这个能听我啰嗦的时候 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